90岁老大夫的保养方特别适合肾虚的人 我见过一位90多岁的老大夫 耳不聋眼不花 牙齿整齐 而且每周还能坚持一天来给人看病 我就特别好奇老大夫平时喝的都是什么水 他说他喝的叫黑红精 还拿出杯子让我看呢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出诊就是一整天 经常过了饭点 身体消耗挺严重的 后来呢 肝肾都有一些虚 身体经常疲惫 腰气酸软 四肢还无力 后来他就给自己配了一个食料的方 有的时候就直接做成米糊 有的时候就把它打成粉 放到办公室 就是忘记吃饭的时候就冲上一杯 这样一天都不饿 而且比别人还有精神 后来就形成了习惯 天天都离不开这个黑红浆了 这么多年来身体就一直保养的很好 从来没有审许过 取50颗黑米 用小火慢慢把它炒熟 炒好之后磨成粉 放到干净的罐子里 取30克的吃小豆 用小火把它炒熟 磨成粉和紫米粉放到一起 可以这样把它直接做成粉 也可以直接做成米糊 是比较方便的 每天早上做早餐 或者是在你顾不上吃饭的时候 这样来两勺 这样经常喝精神就会比别人好很多 还说你别看这个食材很寻常 其实能从最寻常的食材里面 得到最好的保健 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吗 如果你也是有一些肾虚 就可以多喝这个黑红浆 不仅可以这个清雪霜 我还可以改善这个脾胃虚弱 尤其是对咱们的肾 还特别有好处